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追女生就是要让他逛跟你没半毛钱关系的小区 他就会爱上你了 女主就发现自己爱上狗羊哥了 只想和他有更深入接触 想到无可自拔所以就伸手去摸男主的手 怎么办看到我的眼神没有 看到你第一眼我就想和你交配 哦怎么样很棒吧 女主就和男主护怼嘴唇之后就做了羞羞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女主发现男主竟然不见了 但是这并不是最励志的 更励志的是女主发现自己被锁在了房子里 男主回家告诉女主 不我不是把你锁起来 我就是太喜欢你了 所以要把你留在这里每天陪我交配 怎么样我这么霸道 你有没有爱上我 玩事多次之后 女主再次醒来 门依然上锁 手机卡还被拔了 有句俗话 上帝关上了一扇门 必须给你留面窗 男主是外国人 可能是没听过这句话 于是就把所有窗户都加固了 男主就很嫌弃的买菜帮女主做饭 女主歇斯底里起来 我这怎么了 你要这样对我 不知道我们男女在交配的时候 说的话都不算数的吗 男主说我不管 我还要把你的照片带到我爸爸 也就是教授男的教室去欣赏哦 男主十分孝顺的帮爸爸男做菜 还很阳光少年的去跑步 啊跑一跑的他就想起来 还要给已经被小绳绳捆全身的女主松抱 这样他才能心情好 说不定会配合一点和自己交配 也不知道是不是爱好 但是反正不是什么好事 就要拿摄像机摄一摄的给女主拍 女主找一找的 终于在男主家发现了一把武器 女主等男主回来 要他陪他拼一拼的时候 就用这把武器插断了男主的右手 哦不对 没有断 女主就跑一跑的出去 发现大门也被锁了 当然不可能那么容易就逃跑啊 毕竟这才播一半 女主被夹断手指的拎回了家 两倍俱伤的男主什么都没做 依旧拿着相机 摄一摄的摄女主受伤的样子 摄一摄的摄女主穿性感内衣的样子 男主得知爸爸死了之后 回来找差不多快要死了的女主和他交配 看女主这么乖 于是大发慈悲送给了他一条狗 还破天荒赶他出去玩 女主陪男主出去玩一玩的 就向旁边人求救 啊求一求的 男主就拿起了藏好的斧头 把女主关进了后备箱 女主这天偶然看到路人经过 叫人过来救他 结果葫芦娃救爷爷的炮灰男 成功送上人头 男主不高兴了 是那把狗子也杀了 可能是嫉妒狗子和自己抢女主吧 他才不管是人还是狗 反正就全部都杀掉 因为他真的是个变态哦 所以想法才这么烦人类 连狗都不明所以吧 女主不小心翻到了男主的相册 发现不止是囚禁过他一个人 还有很多炮灰先送人头了 不过他是女主 所以就播出来给你看的事实 最后女主给男主学生的作业本领 塞进了他自己的闺房罩 被机智的学生女救了出来 从此一个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电影就结束了 这个电影告诉我们 总之就是不要太轻易地相信陌生人了 所以一旦生狗的话 平时还是别出门了哟 谢谢